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愚蠢 老关出了事儿 我们总得想办法 知道共产党成天要干什么吧 那就很鉴定器 这李立高大家家 至少有一公里多 能听见什么 我看说明书了 上面说了 理论上 一公里地都能听清楚 如果想听得再真切些也简单 挨着他家找个房子 装上鉴定器 鉴定器是安在交流店上 收音机一开 电波就会互相干扰 只怕你还没听见什么呢 他们就发现里边的鉴定器了 我说你受没受过训练 我也是太着急了 没想到这一层 要不然这样吧 找个什么借口 上高大侠家 去把收音机再要回来 先听听看吧 试试里边能不能有动静 精细 大型 你个表 你干啥呀 一惊一乍的 小胆子 里面有啥呀 有啥呀 里边 有没有 哎 新款怎么这么不好啊 我看过 那个说明书 理论上大多 理论上的事大多都是异想天开 要是一马平穿的空地了 有可能听到 这里高大侠家这么远 隔了那么多房子呢 也是啊 但是不该一点东西都没有 但是不该一点东西都没有 哪怕有点杂音呢 大姐也吃闷子了吧 好好听你的 你干什么 有了 有了有了 这么多清楚啊 我说 大姐 你到底行不行啊 她不该这么清楚啊 这你打鼻子的东西就是好 你说 不符合行 你总要写命啊 能让人急出猴窗来 这不是高大侠的动静啊 我说你催什么催吗 烦死了 你站那么老远干什么 还得我下地请你啊 还拿把声呢 你快点 大白天的整这个事 你像啥呢 这 什么乱七八糟的 穿台了吧 我还没听说个监听器穿台呢 莫非这个收音机 没有送到高大侠那里 那老板 还能送给谁啊 不好好听听 知道送给谁家了 你话真多快点吧 一会儿好有人来买火烧啊 好啊好 知道了 来吧 怎么了 姐 荒唐 姐 你得多飙啊 啊 惊喜 能这么干吗 姐 我没干 再降嘴 你没干 那东西自己跑到火烧店卧室里的 再不说实话 你就给我滚 我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你 姐 我笨 我刚上安上去 你跟那个万什么花秀的 就出来了 万千人真是大好人 那切听器 怎么跑到火烧店了 我还蛋 怕你骂我 我就给安火烧店了 起来吧 姐 我错了 使劲的啊 嗯 再使劲 让你不长记性 行了 你还真学精细了啊 会装神弄鬼的 我再也不能讲 这回的事 你给我长个记性啊 再要干擅自做主的事 姐真不留你了 嗯 嗯 结婚姐吗 我的命都姐的 姐答我骂我 都是为了我好 看您说的 好像这个姐 都不讲理似的 姐这回生气 是因为你撒谎 干的事情不敢承认 我 去 把东西拆回来 自己缠什么 去买 姐 我都是祸了不能要 去吧 把方向先生叫进来 我有话要跟他说 哎 我说你这头发啊 痴愣的 都快赶上计划了 这不刚口了计划吗 说什么呢 别别别 筋点筋点 现在会顶嘴了是吧 不开不开不开 哎 要啥 大白天关店门 有你这么开店吗 累了 歇歇 吃点啥 再给我来俩火烧 一封小咸鱼 好嘞 精细这回 算是干了件歪打正着的好事 要真安上还麻烦了 也就是撞虾猫撞上了死耗子吧 不过还是那句话 高大霞活着一天 我就心难安 现在你能安心了 为了撇清你的嫌疑 大姨下了大本钱 让人在马迪尔旅馆 给你找了个替身 现在 那个替身在那边死了 以后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大姐的意思 共产党还派人 去马迪尔调查去了 他们的调查从未停止 为保全你 不得不牺牲一个兄弟 你不用在这里买我的好 你我都清楚 丢居宝帅的道理 是因为帅比居重要 所谓被我牺牲的兄弟 是因为对党国而言 我比那位兄弟更有价值罢了 你这么说也可以 那个袁思贵是大连人吗 是 住在桃园街连胜巷39号 老万 大侠 你这是去哪儿啊 我去桃园街 都这时候了 你去那儿干吗呀 我去办点事 那个 手瓶和春天怎么样 他们挺好的 老万 这个哈 我放到你口袋里 这 这是啥 收好啊 不是 这是啥 买新侠去 你这不是挖我吗 行了 你就好好开车吧 收着啊 我都 我都说了 这是买给嫂子的 都几点了 还不回来做饭 想饿谁啊 嫂子 富大哥 你回来了 大侠呢 大侠呢 大侠 我别提他了 他给老万送细匣子前去了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你还没吃饭呢吧 饿了 这个人是大连汽船朱氏会所的工人 那你告诉我 他家在哪儿 我去看看 他住桃园地街 连生巷三十九号 我请你吃西餐吧 我听说有家西餐厅特别尊重 晚上还有那个竹馆晚餐呢 富大哥 你 你干什么去啊 再来啊 慢走 谢谢 谢谢 来 好 好 老万大兄弟 哎 我要两个火烧 咸的啊 好好好 你稍等啊 嗯 一个 两个 咸的 好嘞 来 哎呀 还给什么钱呢 零里邻居的 那怎么好意思呢 你也是做生意 一妹忙着呢 整天啊 就烙火烧 这点事 啥事呗 弟妹气色真好 一看就知道你们两口子一定恩恩爱爱的 否则的话 弟妹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气色 好啥呀 姐 这都嫁人成黄脸婆了 来 大妹子 大妹子 每天洗完脸以后 就抹上点这个 你气色会更好 你呀 这个 这 这哪儿好意思啊 这多少钱啊 哎呦 我不值几个钱 用吧 你擦上这个 老王的兄弟 会对你更好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大姐 我打听个事啊 嗯 这家人怎么这点儿了还没回来啊 都搬走好几天了 嗯 那他们家是不是姓王 男的四十多岁 啊 男的叫王敏奇 原来在日本人开的那个 什么商会呀干活 家里还有一媳妇 嗯 那你最近 看见他们没 有日子没瞧见了 听说前一段上哈尔滨那边去了 嗯 嗯 那他们有没有说搬去哪儿啊 谁知道我 大家晚上搬的 人影都没瞧见 哎 对了 嗯 那他家是代理人不 是 是这个啊 对 谢谢啊 回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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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汪 哎 去哪儿啊这是 你下午先告到前了 看见了啊 他来给我卸匣子钱 这不打我脸吗 我还给他 他没回来 他应该去桃圆街了 对对对 他说去桃圆街办个什么事 你先上车 咋了这是 上车再说快 哦 快 咋过这儿 上车再说 好 先生 你说的那个人 不都已经死了哈尔滨了吗 我得心思合适一下 这个事不能出去点岔子 哎 哎 他怎么来了 他既然来了 今天晚上就成全他 他交给我 你去找辆班车 完了这儿 把尸体扔到海边去 咱们就管沙 怎么好敢埋了 他能找到这里 说明共产党已经起了疑心 能把尸体扔在这儿吗 还是先生向他周到 所谓周到 不过是比别人多想几波而已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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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你 谁 谁 给我出来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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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你谁啊 这大门上的锁是你撬开的 不是 我 我路过 看大门开着上显卖房 我就进来了 兄弟 你是房东 不 房主啊 废话 我不是房主 我能领人来看房啊 那好 那好 你 真的是来看房的 兄弟 大晚上的我不看房 我进来看什么呀 行 那你跟他们一块看吧 先看这间屋 行 行 行 里边院子大房子多 先看里边吧 兄弟 带个刀 我们又给瞎胡乱走了 兄弟 带个刀 对 这边房间多 先看这边 回头再看这边也行 兄弟 走 行 先看那边吧 对 走 这种带套院的房子啊 全大连接也没有几套 你们两家盯上了算是有眼光 对对 在你们之前啊 还有好几家都盯着呢 我都不愿意再领人来看我 对对对对 房子好 院子也好 还有个景 就是 是不错 这地角也 就这地角不太好 在坡上 这地角还不好啊 守着大街才叫不好呢 这叫闹钟取静 去哪儿都方便 对呀 那进屋里看看吧 行 走 来啊 来 进来看看吧 我爷爷啊 在黑龙江开过木材厂 这老宅子里用的木料啊 都是他千挑万选出来的 请的都是 给圣经皇宫里干过活的师傅 可惜是晚上看不清楚 要不然 二位 咱明天白天约个时间 再一块儿来看 这明天 我还得跑趟奉天谈个买卖 要不然这样 你忙你的 回来再看也行 行了行了 你就别废话了 来都来了 一块儿看了吧 还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要呢 再说我哪有闲工夫 我老陪着你们呀 对 对 要不 我们先看看别的屋 行 看看那个屋吧 好好好 走 来 再看看那边来 站住 吓我一跳 吓我一跳 你怎么回事啊 你发什么火啊 你要是再瞎胡乱走 别怪我不客气啊 我就随便看看 一会儿看里边 一会儿看外边 你是房东啊 都是你的房 看哪儿不一样 告诉你的 先看里边 再看外边 你就是不听 你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对不起 听你的 听你的 当然听我的 这边 我看你 老板 老板 咱们奋斗着 你去那边 一会儿咱们连胜巷巷口集合 好 来 这里边呢 差不多 就这样了 听好 听好 那边刚才看过了 比里边还好 那就不用再看了 不用看了 这房子我买了 好 我们还没看完呢 人家都要了 什么就要了 再怎么的 也得讲究个 先来后到吧 对啊 是我先来的 外边看过了 里边也看了 这房子我买了 好 好 兄弟 等你从凤天回来 咱就举办个手续 怎么样 停 那不行啊 这房主是我约来的 你这算怎么回事啊 这说好听点 你是自己进来看房的 那要说难听点 谁知道你在干什么的 怎么说话呢 我 我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 不为看房 我大晚上进来干什么 高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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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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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我一搭眼就知道 他们根本买不起这房子 对呀 坏了 大哥 大哥 你干什么呀 七三 七四的 你 你干什么呀 七三 七三 七三的 你 喂 喂 大哥 大侠 大侠 高大侠 高大侠 大侠 跑哪儿了呢 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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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带 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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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老万 老万 老天 妈 快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一想你就得过来 没事吧 怎么回事 老万 小心点 不是 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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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老万 你想要啊 他疼死我了 哪疼啊 腿 先去医院 我 哪疼啊 怎么回事 走 老 你说 什么 老万 说 哪疼 哪疼啊 哪疼啊 我 谁 哪顺 哪顺 哪多 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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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俐落的女人 除了做保姆 还做别的吧 有时候也过来做点饭 你什么意思 一个大男人 自己生活 确实不大方便 我赞成你找个帮手 不是有大令吗 县城的帮手啊 大令那是工作上的帮手 我不能假公鸡丝 再说了 大令还是个孩子 是啊 大令确实小了点 你这么晚过来有事 也没什么急事 就是想过来看看方先生 捞捞个儿 你怎么进的院子 我翻墙进来的 碰倒了个花盆你都没听见 这可不像你老姨父的做派 你老姨父向来都是风还没吹 草就冻了 妈 我睡过去了 看来方先生是那位保姆的老主顾了 行了 说正事吧 骨头切好了 先好好养着吧 谢谢你啊 老姨父 没事了 躺个十天八天的就好了 哎呀 什么十天八天的 那老话说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 你就好好养着吧 能躺一百天那更好了 不用干活了 老姨 当时撞你的是什么人 这黑灯瞎火的人 我哪能看清啊 再说啊 我当时光顾看大侠了 根本没留意到对面冲过来的平板车 是我自己大意了 看来啊 这敌人是有备而去的 肯定就是方若瑜 这是跟他脱不了干系 大依下午接到密报 共产党从焦东派来一帮唱歌跳舞的 说是成立个什么东北青年文公团 后天就到大连 对 共产党向来善打语论战 不愧是党国干将 看问题果然入目三分 大依也这么认为 在他看来 共产党是借文公团唱歌跳舞 来宣传他们那一套奇谈怪论 挑起老百姓跟咱们作对 痴以前掌一致 所以 这次绝不能让他们在大连有说话的机会 当然不能 大依的意思是 继续实施保障 行啊 小方 你都能猜到大依心里想的事 我能想到的 共产党肯定能想到 共产党可能想到我们会去搞破坏 但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 在这帮唱歌跳舞的人里 有我们的眼线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看到你脸色有点不大对劲 灯黄的 不对 还是有点不大对劲啊 别瞒我了 说吧 是不是有什么事 不瞒你说 我今天差点再也得搞到下手里 你在哪儿碰到他的 你去了解王明奇的情况 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王明奇是谁啊 一个特务 在哈尔滨死了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回头我再慢慢告诉你啊 他的邻居说 他有个老婆 他在上个礼拜确实劝了哈尔滨 一直就没回来 他们家也在出事前就搬走了 剩下的也没那么出啥了 不过我总觉得特别奇怪的是 他家那个样 不像是干特务的 这 特务的家呢 还能看出来 他家穷得要死 很寒酸 那干特务能穷是那样啊 哦 这倒也是 大佳 你是怎么被绑架的 你怎么能自己动手呢 你是老姨父 不容任何闪失 这种脏活应该让手下人去干 王明奇 他没看见我 我把他的头给捂上 那也不行 高大侠本来是属狗屁膏药的 粘上去就接不下来了 他和傅家庄 不会就这么完事 他们还想怎么样 我们按照这个地址 赶紧去一趟 现在就去愉快愉好 好 我知道了 小丁 你先进场 我出去办点事 我跟你去 不用了 那边 那边 是吗 这架 不是 再往前看看 不对吗 大侠 找找个麦子 就是这儿 我当时一出门就甩了一跤 就甩在这个上面了 你确定吗 还有这个台阶 一二三四 错不了 大侠 这个是房东地址 后面那个糊涂 快 过来 来 谁啊 大兄弟 我是来看房的 这大晚上的 刚躺下 这怎么都晚上我来看房啊 明天吧 杀人了 好 有情况 那边 发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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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方若鱼干的 他知道我发现了他 所以才来杀人灭口 是不是 等手瓶看看就知道了 可我现在很担心手瓶 就他的能力 能对付得点方若鱼吗 放心吧 手瓶机灵 再说了 他是去监视 又不是刀对刀 枪对枪的 那他就一直都没有出去啊 你们说的那个时间点呀 他一直在家 直到他关灯睡觉了我才回来 那杀人的肯定不是他 那不是他 也是他指使的 那都是你推断的 我是推断不假 但是你们要想想 我推断可是有根有据的 你们想 我找的这个王明启 是为了谁的事 就是为了方若鱼啊 如果王明启是假的 那就证明方若鱼有问题 他在那个地方看到我 他是不是心里害怕 所以要杀了我 还好 今天晚上让房主给冲了 我这才活着回来 也是我命大不该死啊 那这事找房东问问不就清楚了 我俩大半夜已经去问过了 谁知道他方若鱼 就怕我们找房主对证 所以先我们一步 把房主给杀了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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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他在家呀 那他杀不了 他不能找人去杀呀 我告诉你们 他现在摆得是个迷魂阵 你们不要被他给骗啊 姐 你的这个推断啊 过于牵强 而且也不成立啊 更何况啊 这个方若鱼 我告诉你 高手屏 你是不是等他方若鱼 把我杀了就高兴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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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推断的确实有道理 但是我们做事 不能光靠推断 一定要讲证据 听我说 那要是没有证据的话 那是不是就等着他兴风作浪了 不是 这个方若鱼 这方若鱼 他要真的是特务 他就不会消停 只要他不消停一天 他迟早会露出狐狸尾巴 他现在的狐狸尾巴 已经立在我的眼前了 他不是那种狐狸 对 他不是狐狸 他是柴狼 他更不是柴狼 那你告诉我 他不是狐狸 也不是柴狼 那他是啥 他是我和嫂子的救命恩人 怎么就成救命恩人了 姐 你还记得吗 三年前你们在码头放的最后那次大火 记得呀 咋能不记得呢 那天晚上那把天火烧了日本人 十五个车皮的军马草料 一架飞机 还有两个车皮的零部件 当时日本人气坏了 满大连地追着我们 结果我跑回来 拿了几个饼子我就跑了 就是那天晚上 可你说的这些跟方若鱼 有什么关系啊 那天后半夜你跑了 警察部就来人了 方若鱼就在里边 小平 小平 快起来 快起来 警察来了 快起来 警察 放开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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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藏起来 藏起来 放开地下 这儿 放开地下 那这儿 让我аться 放开地下 这房子上 这房子上 放开地下 放开地下 他家人也 等天晚上 嫂子就带着我跑回他娘家 直到光复我们才回来 那这个方若瑜 还是有中国人的良心 没和日本人同流合污 难得 行了吧 那个时候 是个中国人 都恨日本人 那方若瑜就不能给自个儿积点德 那可要是没有方若瑜的话 我和嫂子也活不到今天呀 行 他方若瑜 救过你和嫂子的命 这个恩咱们记着 对 以后有事啊 咱一定报答他 但是 他如果是国民党的大特务 那他指不定干过多少事呢 我们能放了他吗 行吧 你说什么是什么 再会 再来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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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啊你 早啊 我横想书想 绑我的人就是方若瑜 你 手瓶去他家了 他不是在家吗 手瓶是后来去的 那只能证明后面的事 那前面呢谁能证明 找什么呢 糟了 我有东西 落在那个房子里了 黄队长 黄队长 你怎么回事啊 我想把路过这里 听说 都晚上这里住命案了 昨天晚上 房东死在了家里 这是他要卖的老房子 客长 客长 这就是要卖的那个房子 房东的老婆说 他昨天晚上带人看房回家 说有个男人特别奇怪 他自己跑进来看房子 他自己跑进来看房子